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结束了北宋长达167年的统治 不仅两位皇帝沦为了阶下之囚 更导致了几千万黎民百姓的流离失所 昔日的汴京繁华永远地化为了一片灰烬 靖康之池给宋人带来的冲击力和耻辱感 在此后南宋建国的一百多年的历史中 依然如影随形 那么宋亲宗在位的这短短时间里 都发生了什么 那个繁荣富庶的北宋王朝 为何突然就灭亡了 超级大国北宋王朝的轰然倒塌 又给我们带来哪些反思呢 关于北宋的灭亡呢 他的责任在谁 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说这个宋亲宗是背国侠 说这个宋亲宗啊 当年徽宗让他当皇帝 他就说了 你这玩意儿国家快灭亡了 你让我当皇帝 不是让我当背国侠吗 他就不想干 然后国家灭亡了 自己上台就当了个背国侠 另外一种声音说 徽宗才是背国侠 为什么说徽宗是个背国侠呢 一种观点是说 你看啊 首先签订卖国投降条约的是你宋亲宗 第二 徽宗已经退休一两年了 你还说责任人是他 北宋灭亡的直接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都是你宋亲宗 第三 徽宗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徽宗当时被软禁了 外面的情况他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北宋灭亡了他也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去担当责任呢 所以呢 这样两种声音 那么第一种声音说 这个 清宗接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 就是要灭亡的 清宗就是一个背国侠 那么宋亲宗接手的时候 是不是个烂摊子 这种说法呢 可能还是有问题的 我们大家想一想 当时呢 没有人主持抗经大局 谁便出来一个李刚 李刚是干什么的 李刚他既不是武将 也不是一个朝廷中的重臣 只是当时太常时的一个少亲 就是每次祭祀祖宗的时候 你摆一摆这个蜡烛啊 香火呀 香案不干净 就把它抹一抹擦一擦呀 这样一个很闲散的官员 他跑出来 振臂一呼 保家卫国 就把金人给打跑了 取得了第一次 开封保卫战的胜利 可见 北宋并不是说烂到透底了 烂得不可救药了 也不是说北宋没有国力 只要稍微像样一点的 像这个李刚这样一个 闲散的官员 他都可以打跑金人 这说明北宋的国力还在 人心还在 那么当然后来宋亲宗呢 这个不想抗金 把李刚 扁走了 那么到了这种情况下 其实 北宋不是说朝中无人 不是说国中无人 当时在京城就是有一个大将 崇世道 他提出了救国三册 如果当年宋亲宗 接受了这救国三册 那么应该说 第二次东京保卫战 完全是可以胜利的 那么宋亲宗有没有接受 你作为第一责任人 主要责任人 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 有没有接受 崇世道的救国三册呢 没有 所以导致了国家的失败 导致了东京的被攻破 那么崇世道 到底提出了哪救国三册呢 第一 当时在京人 攻打开封的时候 攻打东京的时候 后来和谈 京人撤走的时候 崇世道 就说了 我们应该趁京人渡黄河 他不是有五万人吗 渡黄河渡过去了两万五 还剩下了两万五的时候 一举歼灭止 对这样的豺狼 只有打残他 打怕他 他下次才不敢来侵略 但是呢 这么好的一个建议 宋亲宗有没有接受呢 没有接受 他的老师 当时主管兵部 事情的耿南中 他说我们已经和京人议和了 怎么可能背信弃义 又去打人家呢 这不行的 这违反道义的 于是在黄河边上 立了一个大旗 说任何一个宋兵 过此其者斩 所以搞得李刚啊 搞得崇世道 都很郁闷 这么好的一个剧策 你不用崇世道 就叹了一口气 然后就又跟皇帝说了 如果这条计策 你不采用 是吧 如果说敌人背信机来打我们 本来说好了 我们这个宋经友好的 他非要来打我们 他不守道义 你守道义 那就你守道义 就守道义吧 我认了 那么我们这个立刻建立黄河防线 就地住房 防止秋天 一到秋天 这个惊人 这个德性 肯定还会来进攻的 这个时候 这个耿南中 又跳出来说 哎不行的 我们已经签订和平条约了 怎么会呢 你不相信自己 也不能不相信别人了 是吧 再说了你这大军 住在这个黄河边上 要吃多少粮食 庆宗一厅 算要吃多少粮食 那不行 他不知道 这大军住在黄河边上 要吃粮 你回到陕西去 是吧 回到南方去 就不要吃粮了吗 一张口肯定要吃粮的吧 好 这第二个计策 又不听 这个从知道 这个时候 不仅仅是叹气了 已经是愤怒了 最后说 那那没办法了 那只能采取一个下策吧 实在你们不愿意 是吧 这个打又不愿意打 守又不愿意守 那我们就去陕西去吧 皇帝请你去陕西去吧 为什么要去陕西呢 一个有韩国之血 韩国关 过去秦国有韩国关 东方六国拿他都没办法 这个金人拿他也没办法 有韩国之血 金人打不进去 第二个呢 我们的精兵都在西边 都是精兵强将 我们可以保护皇帝的 这个宋清宗和这帮投强派 就说 这个事我们得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看看 我们再做决定 结果 还没想清楚 这个金人又来了 包围开分的 所以呢 本来第二次东京保卫战 肯定会赢的 结果呢 保守派 宋清宗和这个 耿南忠呢 他不听 你再好的祭祀 他不听 把这个李刚又 贬到江西 说江西进了 再贬到四川 最后 这个金人打到东京了 宋清宗 说李刚呢 赶快来呀 赶快来保卫京城 李刚说 我被你贬得那么远 我能赶得回来吗 我赶得回来 京城早都被攻破了 果然李刚还没回来 京城都被攻破了 所以 你碰到这些 这个很平庸的人 你是没办法 你再好的 神机妙策 都没用的 在常人看来 面对金军的入侵 重施到的这三个策略 都是能够影响 甚至挽救北宋命运的 然而 宋清宗不但没有采纳 这些建议 还将朝中的忠臣们 一扁再扁 而这也为北宋的 最终灭亡 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那么 拒绝了梁策和忠臣的 宋清宗 究竟任用了哪些人 和哪些计策 最终导致了靖康之乱呢 宋清宗 用了三个神人 通过一系列的神操作 终于把北宋给搞灭亡了 我们说只有一种死法 就是宋清宗的这样一种死法 我们看他用了哪三个神人 第一个神人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宋清宗的老师 耿南中 这个耿南中 一开始在宋清宗的眼里 那是他最亲近的人 那是跟了他很多年的他的老师 那么耿南中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人呢 别说打仗了 当时清宗呢 要跟金人一和就派 耿南中去 派他的另一个亲信 这个列昌去 那我们看宋史 对他的记载 耿南中说 哎呀 我老了 我还怎么去 跟金人谈判啊 他的那个亲信列昌说 哎呀 我上游八十老母 下游三岁幼儿啊 我怎么能去呢 这金人很可怕的杀了我 怎么办呢 这个清宗一听 他大路啊 这个 这两个狗东西是吧 这件事情都办不了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所以我们看看 清宗用的这个人啊 你看 前面否定了 主动进攻 又否定了 建立黄河防线 所以后来高宗说 哎呀 罪悟 宋清宗的 就是这个根本 哇 我恨不得我要杀死他 那么我们就要问呢 这个宋清宗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庸人 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坏人呢 这个事件 他就与当时的证据有关 当时宋清宗上台以后 搞了一次大清洗 他就觉得 宋徽宗的人都不可靠 我要用自己的人 宋徽宗的哪起人呢 就是蔡经家的那些兄弟 是吧 还有铜冠 铜冠是掌握这个部队的 还有一些 一次就把朝廷中 二十多个高官 全部给他免职了 当时免得很开心 免完了以后 发现夫人可用 就只能用这种 耿南中啊 这种猎称啊 这些草包 这些满口人意道德 满肚子自私的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用了耿南中 这是第一个神人 第二个神人是谁呢 孙福 是一个文人 也是号称是一个清官 被任命为呢 这个国防部长 这个孙福呢 是一个清官 而且每次讲一些国家大事 也是慷慨讲的 但是呢 这个人的缺点是什么呢 是傻 是愚蠢 是个傻子 说白了是个傻子 那么孙福他本人没有问题 但是他用人有问题 他用了个什么人呢 他向皇帝推进了一个大骗子 叫郭金 这个郭金呢 本来就是部队中一个士兵 声声叨叨地 经常说自己会看首相啊 会算命啊 这些东西 他就在部队当中就吹说 哎呀 我这个人会 请天上的神兵 请天兵天将 来帮我们打败金人 天兵天将一下来 这些金人 不堪一击啊 这本来是一个 喝醉酒 说的疯话 傻话 这个孙福这个傻子 他居然以为是真的 啊 好啊 而且还拨给军费 哎呀 给他好吃好住的升官 让他招了7777个 街上的混混地痞流氓 然后穿上一些乱七八糟的服装 像跳大绳一样 说这支部队可以打仗 郭金这个骗人的把戏 提出来以后 大将张书彦说 这个不行吧 这些江湖骗子 你们也信啊 孙福说 这个事我已经跟皇帝汇报过了 你就不要多说了 张书彦摇头叹气啊 哎呀 这个东西 这怎么行 用骗子来守城 但是呢 骗子最喜欢的是傻子 这个孙福他又不懂军事 是吧 又这个跟外界不接触 假装清高 他就相信这个 这个郭金 但是郭金呢 也是个大骗子 每次当孙福 催这个郭金说 你要去打仗了 郭金说 这个兵还没练好 他就就是不愿意出战 最后搞得 连孙福也气了 说你今天再不出去 我就要收拾你了 最后郭金 只得派兵出城 但是他提了个条件 说我这个做法的时候 要让士兵退出三里以外 因为我是要到天上请 天兵天将 天兵天将啊 这个不能让别人看见的 张书彦说 这不行吧 城上唱空城记了 一个士兵没有怎么行啊 孙福瞪了他一眼 听郭金的 这七千神兵下去以后 一开始你还别说 还真的把金人吓一跳 哇 这是什么 这个搞砸耍的来了 但是愣了以后 是吧 一阵刀枪 一阵弓箭一射 哇 这些士兵散了 郭金在城墙上一看 士兵跑了 他也跑得比谁都快 本来城墙上还有一个人 是郭金 这下就成了空城记了 所以金人顺利地 就登上了城墙 东京的外城 就被攻占了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孙福都干了什么事 建立黄河防线不采用 后来各度的秦王之士 要来东京开封 要秦王 这个耿南忠和孙福他们说 这我们现在正跟金人谈判呢 你们来了 金人不就不跟我们谈了吗 好 不要进京 这等于是东京防线也放弃了 然后用那个骗子郭金 连城门 城墙都放弃了 在世界这个京城的防守史上 也是个神操作 也是个大笑话 这就是说大傻瓜被大骗子给骗了 所以你说让北宋不亡 那真的是天里难容了 所以呢 这样一种神操作 导致了北宋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了 你说这个庆宗这么瞎整 他老爸干嘛了 那大臣不敢说 他老爸怎么不敢说 他老爸为什么不帮他 其实他老爸当时也帮他了 他老爸当时也出了个主意 宋慧中说 你呢 在京城 我呢 到洛阳去 组织洛阳防线 我在洛阳招兵买马 与东京开封形成鸡脚之势 如果我招了五万十万的兵力 如果今日要进攻东京 我们就从后面打他 如果说将来你要撤到陕西去 那么我这个洛阳就可以 帮你作为一条后路 宋慧中赵桓 是宋慧中的嫡长子 按照理法制度 他是当仁不让的江山继承人 但是宋慧中其实并不喜欢这个儿子 他中意的另有其人 不仅如此 父子二人之间 更是有着深深的矛盾隔阂 而这个矛盾 更是导致被宋灭亡的原因之一 那么父子二人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 又是什么原因 导致宋慧中 要将父亲宋慧中软禁起来呢 这个事呢 还得从 庆宗小时候说起 当年 徽宗的皇后呢 叫王皇后 王皇后呢 是这个朝中一个官员的女儿 长得很端庄 但是呢 就是很僵化 思想很僵化 也没有风情 当了皇后以后呢 就生下宋庆宗 但是呢 我们知道 徽宗是个风流天子 那这个才艺天下第一 他就不太喜欢 这个王皇后 觉得是太僵化了 没什么风情 就喜欢别的妃子 有一次呢 王皇后过生日 这个庆宗就啊 跌儿跌儿地去 找他老爸说 哎呀 今天我妈妈过生日 我妈妈叫你回去 徽宗说 好好好 我一会儿过去啊 结果等到12点 也没回去 当天晚上也没过去 所以王皇后受冷落 25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 庆宗呢是8岁 因为 徽宗不喜欢王皇后 所以很少到 庆宗这去 所以呢 在很小的时候 他们父子就没有 建立感情 这种父爱的缺失 导致后来 其实感情已经很难建立了 其实后来 徽宗也没有认真的去 培养这种感情 那他没有认真的去 培养这种感情 那么他的感情去哪里去了呢 这里就说到 有另外一位王子 雍王赵凯 这个雍王就非常像徽宗 这个庆宗呢 像王皇后性格 这个雍王呢 琴棋书画 风流体躺 所以就等于 跟徽宗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他还干了一件事 他也很有才华 他呢 匿名地去参加了 这个当年的高考 而且还考到了状元 他老爸说 你怎么这么干呢 他说我就是想考验一下 我自己的能力 这件事给徽宗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而且他的母亲 也是他的蠢妃 徽宗非常喜欢的 多才多艺 所以呢 还给他安排了一些 这个行政职务 就想锻炼他 这件事情 对这个清宗的刺激也很大 而且朝中的大臣 也很会看风向啊 就觉得 这个皇帝 是不是有想法呀 当然是这些还不要紧 由于这个庆宗呢 小时候是吧 缺少父爱 然后母亲呢 性格又比较僵硬 导致庆宗有一些特点 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看 就是不喜欢美女 不喜欢交际 不喜欢这个旅游 什么都不喜欢 那么他喜欢什么 他每天就在这个 他自己的太子府当中呢 就喜欢看一个鱼 一个鱼缸里面的鱼 问题是 这个鱼缸还是个黑色的鱼缸 我们说小孩应该是 色彩缤纷的 他喜欢黑色的鱼缸中的一条鱼 然后呢 也不说话 呆呆地看着天空 陷入沉思 我们大家不禁会想 他在想什么问题呢 我们经过后来看 他的表现 我们觉得他应该是 什么都没想 因为他的智商啊 说实话也不太高 那么他看那条鱼干嘛呢 看那条孤独的鱼 就像他孤独的自己一样 母亲去世了 爸爸不爱 所以他的心理应该说 还是有心理阴影的 有那么一点点的阴暗 而且他不爱交际 这一点也很麻烦 就他不爱交际 就跟任何大臣都不来往 跟当时的宰相啊 部长啊都不来往 这个也导致他后来就是 他执政的时候 首先是对那些大臣都不喜欢 你们不都是跟赵凯丸吗 云王赵凯丸吗 我把你们全贬了 进行了一个朝廷的大清洗 等于是整个北宋的中枢神经 都死亡了 大脑突然死亡一样 然后只能用庸人了 只能用自己的老师 什么耿南忠啊 孙福啊 郭金啊这样的人 所以他不亡才怪 所以他这个不爱交往这一点 也是非常要命的 由于小时候的这样一种 父爱的缺失 父子的冷漠 以及后来这个徽宗 移情别念啊 云王赵凯 导致他们关系不好 所以徽宗呢 你说当时金人来的时候 别人都说啊 徽宗把担子扔给清宗 其实也不是 是当时经国讨伐 大宋的诏书当中 他列举了徽宗的十大罪状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金人是故意的 当时的文人 保守败就说 你看看 惠宗皇帝 你看看你 金人说你有问题 你干脆就让位给太子吧 这个宋惠宗说 哎呀 这不好吧 我考虑考虑吧 你别考虑了 这个金人 你看这个纸上 这个白纸黑字的 说你有问题 宋的那些文人也厉害 那些贱官是吧 对皇帝说话都很直白的 这个宋惠宗呢 觉得哎呀 他让位给儿子就让了 但是心中呢 总是有所不甘 按照他自己的安排呢 就是说 让太子主持 京城的防线 自己呢 到长江边上 组织第二道防线 这样的话一保万一 但是大臣不干 说你你走吧走吧 你这个不行的 你要么就让出皇位来 最后宋惠宗 是吧 第一个他干了二十多年 也累了 第二个他是个道家思想 所以就让了 让了呢 然后一路就南行 来到了南方 其中有一个史书上 记载一个小细节 很有意思 说明了惠宗的心态 是吧 惠宗一行 来到了江南 江南雨多啊 天天下雨 他们衣服都下湿了 鞋子也湿了 一个开店的 开酒店的老太太说 哎呀老人家 进来吧进来吧 进来烤烤火 你的鞋子都湿了 就看你穿的衣服 像个官差吧 是啊是啊 在官府里做事呢 做什么官呢 哎呀不做了 退休了 这么年轻就退休了 哎呀不是儿子没工作吗 就让他顶直了 顶岗了 哎呀还是官府好啊 儿子没工作还可以顶岗 哎呀我们老百姓 没得顶岗啊 听着在座的那些太监呢 那些卫兵都想笑又不敢笑 这个反应他的这个心态 很好玩 而庆宗跟徽宗的这个关系 实际上是很僵的 你比如说 庆宗继位以后 很少去看徽宗 偶尔去一脸刺 这个徽宗就觉得奇怪了 说你看儿子 怎么这个衣服穿得咕咕囊囊囊的 实际上是里面 穿了一个什么 软甲 这个徽宗就想了 难道老爸还会刺杀你啊 然后吃饭的时候 他不通筷子 非让太监啊 别的大臣吃了长了以后 他才吃 这个父子就越发冷漠了 但是其实徽宗对他还是 毕竟是亲儿子嘛 是吧 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愿意替你死的 那就是你老爸 所以当亲人要把 徽庆爱帝 都抓到北方五国城的时候 徽宗就说了 哎呀求求你们了 我老了 你们就让我去吧 儿子呢 你们就让他做个县令也好 哪怕做个农民也好 让我们赵家传宗结代吧 我们家都没人了 其实 金人是狼子野心 他是要灭你的国 王你的种 他就是要你的家族 断了后没有人 他才可以占领中原 占领这个整个大宋 我们相信最后 徽宗的那个话是真的 是吧 但是前面有一次 金人要谈判 徽宗说我去吧 哎呀我去这个 这个杀了也无所谓 但是庆宗说你不能去啊 我来去啊 你是我老爸 我怎么能让你去呢 实际上他想的就是 你这个金人要跟谁谈判 将来他就会立 谁在做傀儡皇帝 你去了我咋办 所以庆宗他是处处防着 而且从内心里面 实际上是有点厌恶 甚至是仇恨他老爸 你把本该属于我的爱 给了庸王召开 这很多小孩 他都会有这种 增蠢的心理 所以这一点 在他们这个父子关系当中 留下了非常深的阴影 这个阴影直接导致了 北宋的灭亡 为什么说这个父子阴影 还导致了北宋灭亡 我们可以看出 北宋灭亡主要的原因 不是说北宋没有国力 而是没有人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力量 来组织抗战 组织全国人民 同心同德来抗战 那么为什么没有呢 本来是有的 徽宗的那一套 二十多年的班子 很强大的班子 清宗继位以后 要把他们干掉 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大清洗 当时把这个二十多个高官 清掉以后发现 朝中都没有人上班了 只能萝卜青菜的 抓几个过来去主持朝政 这些人又没经验 继承的官员没有经验 你刚都去主持开封保卫战了 你想 一个这个太常寺里面的 一个少卿 一个妈桌子摆蜡烛的人 都主持东京保卫战了 可见朝中位置一空 整个大佬突然死亡 导致了北宋的突然死亡 如果是徽宗的班底 还在 如果这个整个朝廷的力量还在 政权的力量还在 那么组织全国抗战 号召全国秦王 是吧 一呼百应 一个小小的经朝算什么 所以这样一这个祸起萧强 这样一种因素导致了 北宋的灭亡 这现在我们说的这种 不进行大清洗 父子关系修和 是吧 这个父慈子爱 这个都是假释的 但是历史是不能假释的 这个徽宗只能这样了 清宗也只能这样了 这个父子俩一起去了五国城 当王国奴去了 公元1126年初 宋清宗得宋徽宗善位 公元1127年春 被金国扣押 满打满算 他在位仅仅14个月 而在他统治的 这短短的时间内 大宋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破家亡 山河破碎 那么 这位北宋末代皇帝 宋清宗 究竟做出了哪些决策 最终导致了 北宋的灭亡 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呢 那么清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说他恨徽宗肯定是有原因的 是吧 徽宗是有责任的 不能说徽宗一点责任没有 他是有责任的 那么清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从后来他的作为 所作所为看出来 他实际上 没有担当 是一个三无难忍 为什么说他是个三无难忍呢 我们看 朝中的大臣 响应惊人的号召 让徽宗下台 徽宗没办法 只有下台了 然后大臣就在 朝堂上等候 清宗继位 主持登基大典 但是等了半天 等到晚上没人 宋清宗 居然没有来登基 为什么呢 他害怕 他说这个时候 我以前都是大门不出 门不进的 我每天只是看鱼的 是个钓鱼的 你叫我去 去抗京 去当皇帝 我怕呀 我怎么当啊 慧宗说了 你当也得当 不当也得当啊 现在这些大臣 都让你当啊 我也没办法呀 你是太子啊 不去 他就是不去 你拉他 他就抱着门框 坚决不走 那么为什么 第二天又去了呢 第二天终于去了 那是因为 当天晚上 发生了一件事 那个勇往赵凯 骑着马跌着跌着的 来到了皇宫 所以来看望父亲 最翁之意不在酒 这个轻重一看 这个赵凯 你跑来想干嘛呢 原来是想剁我的皇位 那他第二天 四六的比谁跑得都快 我们可见 抢权力的时候 他跑得比谁都快 但是抢责任的时候 他躲得比谁都快 这个是 缺少一种担当 缺少一种勇敢的精神 在国家危难的时候 他不敢站出来 无勇 还不仅仅是这件事 后来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也看出来 我们说他是用了三个神人 导致东京外城失守 内城还在 当时的禁卫军 有一个禁卫军的将官 就说了 京人只来了那么几万人 我们京城那么长 是吧 他们根本守不住的 我愿意带您 一队禁卫军 保护您 冲出城墙 只要我们冲了城墙 就好办了 你可以化妆嘛 找一个长得比较像的 还在朝中 是吧 你出去组织 一个抗净大军了 这个清宗一开始 听得挺高兴 后来一想 如果我在路上 被人射死了怎么办 被打死了怎么办 但是没事 你穿上重甲是吧 像狄青一样 戴上那个头盔 谁也伤不到你啊 还是不行 我怕 你怕就怕了 这都是不勇敢 他后来干了一件事 导致他不仅仅是无勇 还变成了无德 为什么是无德呢 后来过了两天 他居然把这个将官给杀了 这个就太不人意 太不地道了 是吧 人家要拼死 保护你杀出重围 你把别人给杀了 这个从做人的角度 就是无德 我们可以看出他心里有点阴暗的 不仅仅是对父亲 对下属 这也是无德 然后当年他为了讲和 这个惊人士兵在下面 耀武扬威 一个发炮手就发了一炮轰打惊人 他就把这个发炮手给杀了 谁敢抗尽我杀谁 就是说在惊人面前 他做孙子 他在宋人面前 他又装老大 这个庆宗呢 不仅仅是无勇 无德 第三的是无智 我们从他用人 用什么耿南忠 是吧 被耿南忠害死了 用了一个孙福 被孙福害死了 用了个郭金 我们从他用郭金 郭金就是个骗子 能被骗子骗的人都是傻子 就说明他是无智 所以呢 你说这个徽宗 是个被郭侠 是吧 徽宗他有他的缺点 你说庆宗是个被郭侠 庆宗呢 他是无德 无勇 无智 但是呢 我们今天讨论 庆宗的罪 灰宗的责任 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北宋灭亡 静康之乱 这两位都去了五国城 当时的老百姓 几千万人的生命 都失去了 我们今天呢 也不可能再假释 当时如果不进行 这种大清洗 如果不用 等南中 如果不用孙福 如果不贬折李刚 如果不贬折 从事到 这些事情 也没有办法解释了 历史就是这样 好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一集 就到这里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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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啦